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 情感导师莎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徐伟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对嘉宾朋友 面临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三年 感觉她好可爱 但长久的相处中 我发现她太多了 什么都管我 都要求我去做 我感觉自己仿佛被监视一样 我只不过是想和她好好相处 她是我男朋友 我才要求你这些那些 我又不会这么要求别人 她总是哭哭啼啼的 和我哭就算了 还打电话和我妈告状 跟她苦恼 她就是仗着我喜欢她 太侍宠而交了 她总抱怨我做 其实我是爱她 才和她撒娇 我只不过是想 多得到一些 她的关心和在乎 她会对我和其他异性的关心 想当然 我跟她建议的那些女同学 学姐什么的 根本就是普通朋友 我希望她能改一改 不要这么部分场合 想替她做了 她不理会我的时候 我当然要找阿姨诉苦了 她吧 挺帅的 有的时候其他女生找她 我就吃醋 但这也再正常不过了 我要求她坚定表达 和表现出爱我不过分吧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天 23岁来自吉林学生 小林 22岁来自吉林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青春多好 就这么一来 你觉得朝气扑面而来 谈了几年了 快三年了 特喜欢她吧 还可以 但是后来就是 感觉她有点变了 今天男生要来的 是因为嫌女朋友坐是吧 觉得自己坐了吗 姑娘 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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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方式有一些过分 我觉得 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嘛 刚开始还蛮好的 我们是一个院的 然后隔壁班一起上课 然后她就要了我的微信 当时就感觉还 特别可爱一个小姑娘 谁要谁的微信 她要的我呢 你主动下手了 是吧 现在要微信就相当于主动下手 你看女生 其实我特别喜欢她 但是这三年感觉越到后来 她就是越想控制我 而且用她自己的 比较过分的方式 比如说说话声 她就越说越大 然后我跟着她的说话声 也越来越大 然后她就说我吼她 女生撒娇嘛 你是钢铁直男 还有啥呀 你觉得我作吗 那你比我还作 那你看你发朋友圈 发自拍 我没给你点赞 你就跟我生气 这点事至于生气吗 不是 你生啥气啊 我觉得她看到 应该给我点赞 我看到她的朋友圈 就我看到她发了 但是我没有给她点赞 她就觉得这点应该生气 这你也生气啊 哎 小心眼儿 小心眼儿 她作啊 她作 她作 是吧 她作啊 她作 心眼儿小 接着说 那我跟你说说 她是怎么做的 就是前段时间 我们开学就是推迟了一点 但是我们先开学 他们还没有开学 当时也是算上假期 已经将近三个多月 没有见面了 就有一天晚上 大概是七点多的时候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跟她朋友 还有她朋友的对象 他们一起出去吃饭唱歌 她就说 这个时候就希望我过去 当时因为就是 她家是在我家边上 一个城市嘛 因为我过去 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火车跟客车 那个点的话 一般都得是等第二天早上 但是她就硬要我 那天晚上去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叫着弟弟过去了 到了面见到她的时候 我感觉她也不是特别开心 然后跟她朋友待了 也就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叫着弟弟回了家 那我不是想着 就是我朋友回来 假期好不容易聚一聚 大家都带对象回来了 大家也都想见你 我就想把你也介绍 给我朋友们认识 而且每回就是团聚 也不容易 下一次说不定什么时候了 那第二天的车也可以啊 那大家就都想 就当时就想见你 那你咱们两家里 也不是很远 大家滴滴 叫快车什么那种 也就一两百块钱 也就到了 就是把你弄去了 她就让你走了是吧 她们当时已经快唱完了 然后跟她们待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我就回家了 你还不高兴 她就是当时就不应该 这种意义迟迟的那种 就应该 我说了之后就应该过来呀 那她当时还有点就是 有点磨叽 对 虽然来了 但是来的过程不够爽快 对 你很不高兴 是这意思吧 但是她不止这一件事情啊 就是有很多事情 挪在一起 我就觉得 还有呢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学校那边开共享汽车 然后我们两个去吃饭 当时我有一个女性朋友 就是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还聊得挺好的 后来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把她当普通朋友 然后就偶尔就是 跟她聊一下天 她找我聊 我就回她一起去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开车 然后她在副驾驶 刚好那个女生就找我微信 她翻过手机 然后就看到 问我说 能不能把这个女生删掉 我就当时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啊 就是我觉得只是普通朋友 而且她知道我有对象 那怎么没必要呢 那你看 那你 她就是有点 就是喜欢你那个心思 主要她当时 当时我在开车 虽然说车速不快 但是她直接把门打开了 她要跳车 对 她就是直接把我逼停在那了 她就是这种方式 我真的是受不了 这种事也会别干了 这个咱们玩玩闹闹 谈恋爱 发点脾气可以 千万别在交通环境下 危险驾驶啊 危险下车 这个提示大家一下 那你就可以不用和她聊天 那为什么就非得也要和她 一起聊天呢 而且她就是有那种 喜欢你的意思呀 那谁看到谁不多想啊 那谁喜欢 就是你就 我留着让你和她 就接着继续聊天 认你和她一起 就是那种聊天发展嘛 你说这一件事 两件事可以 就是每次都是能有 她都有能想出 就是各种心机无外的方式 就比如说 之前有一次我感冒 然后她就是 非要跟我出去吃饭 我当时就是因为 感冒没什么胃烤 我就说吃什么你定 但是最起码你站在 她在我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 你说我感冒 你选一个清淡一点的 但是你知道她选了个火锅 那我选的是清糖火锅啊 我希望你吃一点清淡的 你不觉得火锅很过分吗 而且更何况是 她当时是来着那个戴一马 然后她当时还喝酒 当时我看 就是我想完这个饭酒之后 然后你也不怎么吃 我就觉得我没有安排好嘛 就有点自责 我没怎么吃 是因为我感冒不舒服 而且还是 你当时是在用这种方式 你不觉得是在作奸你自己吗 你是用这种方式 来逼我跟你吃 那我就是 觉得有点不太开心 就喝点酒嘛 那 她还 当时我赶着冒 我吃了赶猫药 然后我还开车来了 她就直接说 让我跟她一起喝 那谁让我选这种 就是悬火锅的时候 然后你还不开心 你还 就说了我几句 那你 你不做选择 你干嘛还要推托给我呀 喝的什么酒啊 啤酒 就是啤酒 主要我真的是 不理解她这种做法 谈恋爱啊 不吵不闹 不恋爱对吧 这个以后回忆起来多好啊 哎呀 你看年轻的时候多傻呀 我赶着冒你 带我去吃火锅 美好的回忆 这这这这倒也没什么 对吧 她比我做多了 她就是之前 和她兄弟饭卷 一起吃饭 本来都吃得好好的 她突然就说 今天卷就散了吧 我说那怎么 怎么就突然散了 她也没说 然后我发她手机 我发现有一个就是 当时我们在出去玩 然后当地上学的一个女生 去找她一起出去吃饭 就那个女生是之前就是 她一直在那边上学 我们一起去那个地方 好不容易就去旅游一次 然后见个面 我觉得我答应她很长时间了 就是之前就是开玩笑的 口感答应了 但是真的去 那你说正好她也找我了 那就去一下呢 那干嘛 非得就是当时呢 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都在信头上 我也在决定去不去 主要她当时是 我朋友们和我们 都吃得很开心 玩得很高兴 她当时直接拿着 我的手机质问我 当着我朋友的面质问我 就完全不给我面子 让我没有台阶下 那你给我面子了吗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女生 要找你一起去吃饭 那你觉得我就是 开开心心的 没事你去吧 你去和她一起吃饭吧 但主要是她 我还没决定的时候 然后她就当着我的朋友面 让我下不来台 那我就只能说那我去了 那我就是 我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 不是 为什么不能把那个女生 请过来呢 都是朋友 这不是更好吗 她当时说 让我去找她一下 跟她吃个饭 我就当时想跟她去了 我很奇怪啊 好像这个女生 跟其他的这个朋友 是不一般的朋友 对不对 不是 那个女生 但是我觉得很特别啊 就我觉得 就是那么多朋友 都能在一起聚 而且是带着女朋友 对不对 凭什么那个女生 就要单独去聚呢 明显就是想就是找 对对对吧 我是怕她起义心 而且当时提前答应她 你没鬼怕什么起义心啊 对吧 她是一个正常的发问 就是为什么朋友在一起 你非要单独去 是吧 女生 我理解你对吧 改她到了 行 再说 那之前在礼仪团的时候 就礼仪团就还是有一个学姐 就是蛮喜欢我的 你小子可以啊 我听到现在好像三个 还是四个是喜欢她的 对吧 先说学姐 当时那个学姐就是 因为在礼仪团 她比我大一点嘛 然后她就是负责管我们 训练我们 然后我跟我对象 都在礼仪团里 她知道我对象在团里之后 就是对她一直都 对她不太友好 然后就是训练一阵 她就联合几个学长 跟我对象就说 让她劝退 就直接劝退她 说你不要再礼仪团了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像就跟我说 你也把礼仪团退了吧 我就觉得 我可以主动去退 但是她不要去逼我做这件事情 不要让她去命令我做这件事情 那不是因为你吗 不是因为你我才受的排挤吗 但是我可以主动为了你退啊 但是我不希望 这话是你说出来的 你也有这种想法 我也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只不过 逼你先说出来而已 至于跟我生气吗 那你是觉得我身边 不能有任何的异性朋友吗 不是 这事不是你应该去找那个学姐吗 对 我和那个学姐已经闹得非常不开心了 那就更要闹得不开心了 你不能因为喜欢我对不对 你把我女朋友开了对吧 但是我是受不了她逼我 我是可以为了她放弃 我就觉得她是受不了我身边 有任何的异性朋友 但是你异性朋友也不少啊 你看你手机刷斗垫的时候 我看到你还给主播刷礼物 那还不是因为你作吗 我觉得她很作 她四处都管着我 跟那些主播 如果要是给她刷礼物 最起码她可以跟我聊一下 跟我唱歌 我觉得如果要是在她那里的话 我如果有一点做错了 她都会用她自己的方式来逼我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自由 在那边就是很无拘无束 可以自由一些 那不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 我才管你吗 主要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我妈妈根本都不懂 这些抖音的 这些就是网络上的平台 然后她就打电话去我妈那 说我去给女主播刷钱 而且还是她总跟我妈打电话 就是总是哭诉着那样 我妈就有的时候 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还要就是很同情她 我觉得我妈妈在你那 可能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看直播 我觉得挺容易受骗 那我肯定 不不不不不 怎么看直播就容易受骗了 我们这儿在抖音 周一到周天都有直播 这些老师会骗你们 不会呀 怎么会受骗呢 刷礼物以后给珊娜老师刷 看 看 看 你也可以要求她唱歌跳 给 给 给曲老师刷 给米娜老师刷 她也会像妈妈一样的 训斥你对女生的不忠 这个对吧 这个就没问题啊 没问题 给我们刷礼物挺好的 以后刷我们明白没有 刷我们就没事 后来就是有一个导火索 我觉得就是可能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是我过生日 然后我妈从沈阳到长春 坐着几个小时的火车 然后拿着生日蛋糕 过来给我过生日 她来请我们两个吃饭 当时就是切完蛋糕给她 递过去了 她当时就退到一边了 我没退 我就是我接过来之后 我就不想吃 我就放在旁边了 你不觉得你之前不给我朋友面子 你现在是在不给我妈面子吗 而且你还经常去跟我妈 去哭诉你的委屈 我怎么没给你妈面子 我都 我说了 我当时我接下来了 我只是 我当时就是不想吃 我就是把它放在旁边 那在你眼里 我就是做错了呗 现在不只是我 因为我妈也觉得 可能你表面上 你觉得是她在同情你 但她可能是觉得我更委屈一些 我真的觉得她不给我妈的面子 和之前不给我表面子 这些事情落在一起 有一些受不了 那你接下来的目的是啥 接下来的目的就是想让她 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就 没啥极端呀 她没做啥极端的呀 她总做见自己 比如说就是马路上开车 直接想跳车 马路上开车想跳车 生理期喝冰啤酒 见到了你跟这个抖音的女主播打赏 她向你母亲哭诉 对 这是你认为的极端方式 还有就是那些 比如说大半夜让我过去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的事情 可以去商量一下 你可以不要就是做得很提短 明白 就是女生要的 都是那个计时的快乐 随要随给它可以 如果不能得到计时满足的话 女生就会做出一些情绪性的反应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就是我让你来 你马上出现别啰嗦哦 啰嗦就是不对 对吧 是这样吗 我让你把这个女生删了 你别跟我讲理 先删了再说 否则我就跳车 是这意思吧 对 懂了懂了懂了 喜欢她什么呀 这臭小子 长得帅 还有呢 幽默 比较有趣 是个有趣的灵魂 这评价很高啊 你不知道又幽默又帅又有趣的灵魂 那招很多姑娘吗 就是比较 但是她也有缺点 她容易生气嘛 气性大 周瑜就是年轻啊 周瑜就爱生气啊 我也不太想生气 但是你就是老生气 这 这喜欢这女 姑娘吗 喜欢她什么 就最开始就是 见到她 就是关我要微信的时候 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慢慢相处 也觉得就是 对我特别好 就不像其他女生那样 就是一味地索取 只不过她的做法 让我有一些受不了 其实双方评价都挺高的啊 是吧 女 女生的评价太高了 有趣的灵魂 风趣幽默 人又帅 男生的评价是 不像别的女生那样的索取 很可爱 我觉得可爱这个词 用在这个恋人身上 特别地好 就是见到都想乐 才叫可爱嘛 是吧 可是有一些方式 却让你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你想问怎么办 女生今天 为什么陪她来疯啊 她就是控诉我嘛不是 她说学我做嘛 那让大家看看谁做 女生说想样 你想逃出我的掌心 我们就按过来 来吧各位老师 看看这对幸福的小恋人啊 怎么去在爱情当中 或者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找到更多的趣味点 而不是通过争吵 来增进他们的感情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周老师 典型的一对校园恋人 就是从他们的这个 对爱情的向往上面 对 就理想中的爱情 包括他们在恋爱当中 处理感情和沟通的方式 那种青涩 包括对无法处理的问题的 这些解决方案 就是你们完全是符合 这个校园爱情 对吧 特别像我们女生 她对爱情的理解 自己的定位 那完全是韩剧照超过来的 我的野蛮女友 我要 我就要 现在要 立刻马上 对吧 做不到 那就哗哗 对吧 然后我们男生呢 就我的霸道总裁 对吧 我小伙儿有样 对吧 我要在我女朋友面前 和我朋友面前 呈现的是霸道 结果发现 你没他霸道 而造成了 你还有点小桌 你霸又霸不上去 对吧 正常 这就是你们这个年龄 该有的状态 特别好 当然 我们在这里 只能给你们一些 过来人的这个经验 就是真正的爱情 不是希望 你希望那样叫我 希望他改 对吧 然后你希望他变 他真改了 他真变了 那就不是 你喜欢的那个人了 明白吗 要想更好的相处下去 就是慢慢的 你要习惯他的缺点 包容 好吧 祝福你们 真的特别好 这一对 来 上来老师 我真的第一次 就是我的那个台本上面 你们俩这个是空白的 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我觉得 大家说的问题都是 谈恋爱当中 一定会发生的问题 没有什么说 需要对方改变的 你们两个人 无非纠结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呢 都希望 对方比自己付出 要多一点嘛 你说他作 他说你作 那不就是希望 对方不要作 多顺从我一些吗 很多问题 都是生活的常识啊 就像他感冒了 让你帮他点点东西 那很简单 就是要点清淡的呀 那怎么能吃火锅呢 那不大补的吗 火锅里面的东西 而且女生你也是 就是他不高兴了 你喝酒是干嘛呢 你用酒精来惩罚你自己 你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让别人 对你怎么负责任呢 所以我觉得很多是 因为常识性的问题 然后发生了一些冲突 就这个就很没有必要 如果两个人真正 真的很吸引对方的话 真的很喜欢对方的话 我希望你们把自我放小 把对方放大 当你需要对方 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 你想一想 我能为你做什么 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大家都放轻松 然后想一想 我要求对方做的事情 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这个恋爱就谈下去了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许总 哎呀 在这段恋情当中 女生敢放轻松吗 还挺有好感的 你要真敢放轻松了 那些竞争对手 就全部出来了 你先主动的 你觉得她很有趣 但很多女生都觉得她有趣 又帅 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 她脾气一定不会这么大 为什么对你的脾气大了 是因为你把她压紧了 你觉得自己其实蛮无力的 在这段情感当中 你觉得无力有几种表现 第一 你要去找帮手 她的母亲 她是傻丫头 人家是她的母亲 不帮儿子怎么会帮你 只有你表现得非常爱她儿子 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 她的妈妈才可能帮你 第二 你要每次你制止这一件问题的发生 或者说让她做错了 要认错的时候 你用的是暴力 你要短时间必须认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自信哪 你只能使出动作上的冒险跳车 语言上呢 你不行就怎么样 你觉得自己是处于弱势 始终你就不会放松 你就会很累 而你的累 会让她觉得很烦 而烦 气息就越来越大 来说 这个女孩震得住你吗 我不说 可能一开始她所谓的可爱 能够震住你 但是慢慢的 你也觉得她不可爱 老让我烦 所以动作就会生气 你觉得她做 所以你要爆发 有那么多 喜欢你的异性 或欣赏你的异性 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潜在的 一个又一个的威胁 你的心定了吗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你们这不是爱 你们只在试着恋一恋爱 那个恋 锻炼的恋 可能只是喜欢 没有那么深的爱 所以 心动不是爱 心定还是 就这 好深奥 谢谢曲总 来来来 米娜老师 年轻人特别爱在爱情里头折腾 这个折腾就是 当激情退缺了的时候 你们已经谈的不只是一年了 对吧 一般来讲激情最长 也就是维系到一年左右 一年的时候 这个荷尔蒙已经停止分泌了 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 心潮澎湃了 那么 我们就得用疼痛 爱里的伤痛 来使我们把这一些 已经模糊掉的 重新变得清晰 我通过伤感 我又一次的意识到了 我爱你 是吧 也是通过这一些疼痛 把原来已经麻木了的 重新变得敏锐 哎 我意识到你会走了 我心一疼 我又意识到了 我爱你 这就是在爱情里疼痛的力量 你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通过 人为的制造疼痛 来让彼此感受到爱 你们不甘心 让爱平淡下去 你们不甘心 让爱心定下去 所以没啥 这就是年轻人的恋爱 就应该这样折腾 等你们有一天折腾不动的时候 可能是这一段感情 也许走向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下一个阶段或者是分手 或者是另一种相处模式 所以不用在这里头 女生一定不要要求说 我就是要找到一个男朋友 我怎么作他都得包容我 那就没意思了 作这个事就必须得你作 他不乐意你作 这个作才越发的有意思 要被镇压的作 才会让人觉得作的快乐 如果你作的满地打滚 他在一边说好棒 你会觉得我作的作不下去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 其实就是一唱一和 小毛小狗的爱情 折腾去吧 没事 好着呢 谢谢敏大老师 反正我听了一圈下来 这不就恋爱的样子吗 这才是真实的恋爱 恋爱的过程 其实就是忍受对方作的过程 看你能够习惯他多少 当你习惯他的不好的地方 习惯得越多的时候 你爱的就会越深 最后才有可能进入到婚姻里 你这点都忍受不了 你跟他结婚你不得疯啊 习惯吧 习惯不了就算了 开开心心说分手 别弄得死去活来的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接下来的路 也是我们一起走 然后我希望 我们能慢慢一起 慢慢探索下去吧 就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解决 我觉得我 我有问题的话 我肯定会改 但是有的问题吧 我觉得也不是我做 就是我也是在做 真实的我自己 那我希望你有问题 你也能改 我 我会的 因为之前 我可能没有意识到 我也是在做 而且我觉得 其实听完导师说 我觉得可能是 需要我们彼此 慢慢去习惯对方 可能这个 你的 如果要不是那么过分的话 可能我们是 就是我可能会是 因为喜欢你才是 喜欢你这一点 所以我们才能 在一起这么久 传证 我还是之前说过的 我会一起陪你看 孩子王的大结局 你愿意吗 其实女生吧 有时候她不能太主动了 你知道吧 太主动 容易把男生给惯坏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来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请关门抖音号 并添加关注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 八点到十点进行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会在线跟大家进行互动 如果你们想 私信他们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来吧 接下来看看这对 年轻朋友的选择 来 请开门 我问一下 这海贼王的大结局是个啥意思啊 是一个连载的动漫 还没有更新结束 是的 是一个连载的动漫 别提是 什么时候连载完 不知道 也许一百年 也许一个月 没那么快 那时候应该得纪念 那不对啊 你就陪她看几年啊 不不不 这是个 就是 这是个隐喻 是吧 是不是就说 要白头偕老的意思 好 希望他们的爱情 能够天长地久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 来 请回请回 加油啊 谢谢 来吧 我们了解下一对虾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左右了 但我根本没有安全感 她总是胡思乱想 说明安全感 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 我明明对她已经很好了 原本我自认为 我是个懂事的女友 不愿意插足她所谓的私事 但她和异性之间的各种关系 谁看了都得说句暧昧 我不是不浪漫 不解风情的那种人 谈恋爱是为了两个人的生活更加快乐 而不是给对方带上枷锁 就算有女朋友了 我也需要个人关系 她的前女友始终存在 不仅存在于我俩的关系中 还存在于她和她父母的家庭关系中 这让我觉得她们才是一家人 而我是多余的那个 前女友只是曾经的人 她和我的父母怎么相处 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也很无奈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孙23岁来自长春学生 露露21岁来自长春学生 有请露露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没有安全感所以来是吧 是 咋啦 我们是电影院做监职我们认识的 现在在一起一年左右了 她就是那种很会聊 很会来事很会吼人的那种 是很会聊还是很会撩 很会很会撩 很会撩 很会撩女孩那种 很会撩啊 对 在一起她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嗯 影城不是有那个白班夜班吗 好 她上白班我上夜班 然后她白班下班之后 夜班都会来回来接我 下班就不管多晚她都会来送我 嗯 然后情人节的时候嘛 就是也会偷偷地准备 就是小心血 就是挺浪漫的 你知道我对你这么好 那你今天还把我接来这个目的是啥啊 你对我好 但是我发现你对每一个人都挺好的 就是很重要的空调 我哪有对谁都很好 我就对你挺好的啊 就包括在就是检票和检票的时候吧 你在岗位上的时候 就检票那么短的时间 你都可以认识一个小女孩 加人家微信又聊得挺好的 那我哪是加人家 是人家加的我好吗 那人家加我说看电影 那我为什么不能加啊 人家为什么找你看电影啊 找你看电影是能打折还是怎么的 还是你陪人家去啊 就是之前来找过 就一起吃个饭 然后就看完电影也没了啊 之后为啥还要发朋友圈呢 就是你们一起出去玩过是吗 就在看完电影一起吃个饭啊 然后人家就拍了一个照片 我说开玩笑 我说那你有没有对象 没有对象我帮你发朋友圈 给你找个对象 人家就说行啊 那配的文字是什么 单身小姐姐可聊 就是照片里有你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也是单身是吧 你想告诉所有人你也单身 不是 那我的文字单身小姐姐 那肯定是她单身啊 又不是我单身 人家当不单身 关你什么事儿 那就开个玩笑 话赶话赶到那儿了 又不是非要给她找对象 那你屏蔽我干嘛呀 朋友圈 你发了就发了呀 那你看见了肯定 事儿肯定会很多呀 再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圈 我想发什么 就是我的自由呢 没必要非去告诉她 还有就是你去你的女老师家住 你总觉得我没有给你私人空间 你都去你女老师家住了 就是我还不够给你空间吗 我去她家住 是因为她心情不好 然后我就去吃吃饭聊聊天 然后喝酒喝太晚了 我不相信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 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关系很好 老师还好吧 多大的年龄呢 老师啊 30岁 我觉得你男女之间关系好 要不就是有一方有小心思 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有小心思 就是相互帮过忙啊 没想那么复杂 就特别简单的关系 老师没有男朋友啊 大家结婚了 但是她的那他男朋友异地 这个还挺那个的 就是你老师也不注意分寸吗 对 就是你是她学生啊 她有这个情感的寄托什么 应该是跟她老公啊 对吧 她怎么会把自己的一个情感寄托 寄托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呢 就是之前关系就很好嘛 然后就是也帮我挺多忙的 相互之间 就你去了 你也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也是我自己 从大家手机定位上 我自己看见的 你在哪儿 还有我告诉你吗 你除了从定位查 你还从我身边的朋友啊 我室友啊 就问他们我去哪儿 天天问 那我有时候我跟我室友 他们出去就抬不起头 很没面子 一问你出来 根本跟你对象汇报啊啥 你觉得你对象我有面子吗 那你自己告诉我呀 我才不去问呢 那你自己告诉我呀 我有点隐私不行吗 我什么事非跟你说吗 你又不是我妈 我还怎么叫给你隐私 就是你的前女友 也是你的隐私的一部分是吗 我隐藏她什么了 我看见的是 你在你的手机里 你的前女友和你的妈妈 现在在朋友圈互动的 还很频繁 你妈妈买人家新衣服 就挺好看的 你的前女友就会说 阿姨眼光真好 在哪儿卖的呀 下次咱们一起去 是不是他们两个就是 包括你们一起 平时私下 都会尽量出去玩什么的呀 你也说了是她俩互动 跟我又没关系 我又没跟她互动 那我是能管理我妈 还是能管理我前女友 我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你把她删了呀 那是你的前女友 那你朋友圈里 你的微信好友里 不还有关于你前女友的东西吗 你相册里还有跟她的合照 你的微信好友里 还有她的姐姐 她的亲戚 你不也没删干净吗 你俩怎么分呢 我不是不知道啊 她不就因为当兵走了异地吗 两三年你俩被迫才分的 那你没删是不是还想着她 心里还惦记她 你说的照片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些 我没删的东西 就是真的就是我忘了 是你那次你看见了 但是你说了我就删了呀 然后还有她的亲戚朋友 就是我们之前一起出去玩 就是玩得还挺好的 然后我现在突然删了 就是不太好 这个就扯出一个前女友 前女友不就跟她妈妈关系好吗 这也没什么呀 就我跟她妈妈 都没见过面呢 她妈妈跟她前女友 就还挺好的呢 不是 这个你比不了 人家比你先到嘛 对吧 那现在我是她的正牌女友 我也没见过她妈妈呢 对吧 这个机会还不到是吧 对 这些时间 毕竟没有这些那么长 而且我俩三些两个朋友 总闯架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快 就是把她带给我家里人见面嘛 而且都挺大 也不是小孩 嗯 理解 那你 你的算饭打得挺好的呀 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留个备胎呢在那儿 我留谁备胎呢 我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你就是你不觉得 大家现在这样 不是你见我妈 就能解决的吗 那你 那你 那你现在就让我见你妈呀 我现在就要见呀 我刚才不说过了吗 现在见太早了 而且咱俩也不稳定 你指的备胎是谁呀 她的前女友 是她的备胎 就是她现在跟我在一起呢 就是她跟她前女友 就是关系还没断 就我俩分手那会儿是和平分手嘛 然后就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很开了 就是相互留着好友谁 也不去打扰谁 那朋友圈我妈跟她活动那 我就一眼一过就看过去了 我也不会评论什么 你俩去啊怎么怎么样 我不会说这种话 就你没再跟她联系过 对 她也没主动再联系过你 对 你妈妈知道你跟你前女友分手了吗 嗯 那我没跟她说 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行 那我明白 你说没联系 那你 那你爸爸是怎么知道 你前女友毕业了 实习了 需要一份工作呀 那我现在我也毕业了 我也实习了 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呢 那我也没跟我爸说 那我妈告诉的呗 那你毕业了 你可以跟我说呀 你可以 我可以跟我爸说 再给你找份工作呀 多简单的事啊 不要想那么复杂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还没放下她呗 不是 她前女友让她父亲 给找工作这事 或者她父亲主动 给她前女友找工作这事 你是怎么知道呀姑娘 我看她手机 我经常看她手机嘛 她爸爸不是 给她找工作了吗 然后她的前女友 请她们一家人 吃了一顿饭 然后没有我 我是那个例外的那个 她们是一家四口人 这个饭 当时吃的时候 我也是不知情 就是她们都联系好之后 我爸让我去的 然后在路上 我爸跟我说 就是工作就谈成了嘛 就是请吃饭 为了谢一下我爸 就答谢宴这种嘛 就很简单吃个饭 我就觉得 当时没有必要告诉她 因为我也怕她吃到之后 会多想嘛 然后我就没跟她说 嗯 我记得我问过一个问题 你跟你父母说了 你跟你前女友分手了吗 遮过去了 那一词 我也没说 他们知不知道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啊 你父母到底知不知道 那是你的前女友啊 就我没数过 但是大概就这段时间 所以在你父母心里面 其实那还是你的女朋友吗 对吧 可能是吧 我就是在吃饭那儿 听出的破绽 如果爸爸妈妈知道 自己的儿子 跟那个女孩分手了 这顿饭的邀请 应该是那个女孩邀请 就是我要谢你爸 你方便做个陪吧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 现在是他父亲说来吧 咱们一家四口人吃个饭 难怪姑娘有这个想法 我不是帮他说话 我从这个逻辑来说 你跟你前女友 到底现在是个什么关系 你说分了 他决定跟你分了吗 你们真的是和平分手 还是你单方面发出的 分手的信号 就是和平分手 包括我爸妈那边 因为在一起时间很长嘛 因为我觉得 在一个我跟我 新女朋友出的时间 就是也不是太长 而且也没稳定 我都觉得 就说了上一段分了 立马要出一个新的 就怕家里人就是 就担心嘛 心情几乎太大了 所以对你父母来说 你所谓你的前女友 就是你的现女友呗 对吗 可能的 那你不可能跟女朋友 是和平分手啊 和平分手 这个女孩 怎么用这种态度呢 她说不过去啊 不是个生活的常理 你看沙大老师 直摇头是吧 咱俩和平分手了 你还跟我爸妈 关系那么好 我也没跟我爸妈 说过 我们俩和平分手了 我爸还给你找一个工作 我爸也是傻吧 就因为当时嘛 就是分手的时候 就是就觉得感情淡了 也没说什么吵架啥 就直接分了 然后我就想着就是 暂时先不跟你家里人说了 因为等大学毕业之后嘛 等沉安路径之后 安稳下之后 再如果我俩 真处到那个时间地方了 再告诉家里人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重点 这个并不是重点 就是 你跟你前女友关系之处理 至少让人浮想联翩 难怪这个姑娘是紧张的 前女友 老师 检票口 三件事摆在一起 最介意哪一个 前女友 第二个 老师 第三 会聊 就这三件事 其实都有个分寸和边界 可能小伙子 没搞好这个分寸和边界 但是女生你会发现 她的底线已经降得很低了 她在意的是 跟她有持续稳定 看起来有持续而稳定 关系的人 比如说前女友 就属于持续而稳定的关系 对吧 老师也算 持续而稳定的关系 这个是她不能忍受的 她能够忍受的 是你聊聊我 其实也觉得无所谓 就是底线降低了嘛 发现了吗 对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 就是我在她 在她的口里 我想问到的 就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回答过我 没有就是回答过我想要的答案 不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姑娘 来吧你问我 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你想要什么答案 来 检票口那个 就是 就是是你 就是你去要的微信 你就告诉我就好了呀 确实是她问我要的 还有那老师 那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 确实我们俩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老师把我当成了情感寄托 我对她也没反感 我也不想得罪老师 我就去了 我这个人爱心比较 比较大 没别的 那就告诉我就好了呀 这个告诉你就没事了是吧 是她去哪儿都是 都不是她告诉我 是我自己看到 那你为什么要查我 我是你的女友不是吗 就是这些 你只是我的女友 你没有资格查我 就是我作为你的女友 你只是我的女友 你没有资格查我 而且对不起 我的前女友 确实跟我们是一家人 至少我爸我妈把她当成了闺女 我没把她当成一家人 那我们俩要结了婚 也许那个就是你干姐姐 或者干妹妹 咱五口是一家人 现在我跟你就不是一家人 就话说的难听点嘛 姑娘不爱听实话吗 我们都给你撂实话 对啊我想听的就是这些 然后呢 然后我心里就知道了呀 我有答案了 有答案之后呢 这就是我想问的 有答案之后呢姑娘 是分手啊还是继续啊 分开啊 分开啊 分开 这还需要别人用口头通知你 知会你吗 你感受不到吗 在你心里 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用你心底那个声音 来回答我们 就造人挺杂的 你看 这才是和谐 又舍不得 所以她要的是什么真相啊 也许你说的是真话 她觉得是谎话 因为她跟你画像是渣 就怎么着 现在都不对了 你说真话吧 我们俩确实没什么 我不信 你说假话 我们俩确实发生什么 印证了你就是渣 我还得跟你分手 咋办 来吧 四位老师给出主意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个男生啊 在你这个年龄 他有的时候是喜欢 被异性所关注的 越多越好 对吧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前提 你是有身份的 你的身份是他的男朋友 在这种身份认知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保持 我们的社交的距离和边境 刚才你所描述的 对吧 前女友老师检票口 其实你都已经超越了 正常的社交编辑 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没有认清自己 是别人男朋友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定的 做出的这种行为 你是在害别人 如果你改不了 有人天生改不了的 那请你离开他 如果你能改得了 请你证明他 好吧 好 谢谢高老师 来 合格的前任 应该像死了一样 但你的前任就是诈尸 你跟你前任 是不是感情挺深的 对 因为在一起挺久 多少年 三年 三年 将近三年 感情这么深的一对情侣 然后相处三年 能够和平分手 不多见 如果和平分手之后 还能互相当朋友一样相处 要么就是曾经没有爱过 要么就是现在还爱着 就两种情况嘛 所以有一种爱情叫什么 叫救生圈是爱情 你听过吗 而你扮演的就是这个 救生圈的角色 但他迟早会上岸的 他不可能带这个救生圈 一直在海里的 你和他的老师 还有检票口的姑娘 都是救生圈 只不过你比他们 多了一个名号而已 我觉得你最可气的地方 在于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还没有 整理好上一段感情 那你就应该 好好地去整理 不应该用一个又一个姑娘 一个又一个女人 来去弥补你之前 受到的创伤 但是你不能让你现在身边的人 去买这个单 明白吗 明白 所以别当那个救生圈了 清醒一下吧 来来来来 许总 兄弟 你开心吗 不开心 长相不错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异性原来比较好 但如果你把这个 就作为了你的优势 或者作为了 你逃避一些问题的一种方式 你最终会被你的优势打败 最终这所谓的优势 会成为你人品 大家对你的平板的一个标签 就是很多人会误解 其实最终你是一个 其实你的实质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情感 应该往哪里去投射 这个女孩一定是满足不了 你的情绪投射的 一定是的 否则你不可能和那个女老师那样 你不可能外里一个陌生女孩 就搭设你 就这样 因为她们身上有你女朋友 没有的东西 那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 否则这么牵扯下去 最终害人害己 你会成为了一个 大家看起来嘴馋又不计口 一牵就能走 连加有百搭 最终呢 没有家的这么一个男人 如果你自己没有找好自己 最终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这女人给你什么样的感觉的话 先把现在的这个 这段感情了结了 不要那么多牵扯 你没这个能力 你不行的 好不好 先自己冷静下来 好 女孩我就一句话 告诉你 你说没有安全感 你要的那种安全感 还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 说这个男生要附贴贴地跟着你 就是安全感 不 从这三件事 你说那三件事啊 前女友啊 女老师啊 还有那个小姑娘是吧 九条口小姑娘 你其实想要那个答案是什么 你别骗我 你告诉我 然后我就能承受 这是你最大最大的问题 幸福的爱情 不是满足于最下层的需求的 原样吗 离开她 就这样 谢谢曲总 米娜老师 我还想和你纠缠一下前女友 刚刚你也有说 因为在一起淡了所以分手 那么是谁觉得淡了 就双方都有的 可能更多 谁提的分手 更多是我一点 你一提她就答应了吗 也不是 也是之前也是因为 也是看得我看得太紧了 感情没以前那么好 我就冷淡了几天 然后我就先说的话 就说谁的朋友就 咋就这样嘛 分手多久开始的这一桩恋爱啊 两个月左右吧 为什么要问你这些细节 因为所谓的和平分手 只不过是指两个人没有撕 没有你欺骗我 我欺骗你 没有闹得很难看 对吧 但是谁是那个心里头 做好准备分手的人 那就不好说了 你说是你提出的分手 你说是你准备好了分手 但是在我看来全然不是这样 父母认为你和那个女孩 是在恋爱 这得靠你营造出这种感觉 我的儿子如果是失恋了 做父母的应该会知道 哎我儿子分手了 你没有 你依然给他们营造出 我有女友的状态 我谈了新女朋友了 我出去约会了 我有时候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我周日去逛街了 但是我却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我换人了 那也是你再刻意营造出一个 我依然和前女友 和那一个你们熟悉的人 在一起的感觉 为什么你要营造出这个 因为在心里 你是一个没有忘掉他的人 对于你来讲 妈妈跟前女友互动 你不阻拦 你不点破 你不觉得局促不安 因为你在心里甚至会期待 说妈妈你跟他多互动互动吧 因为那个前女友 也许我还想再挽回他呢 你爸爸帮前女友找工作 你在心里一定很开心吧 当说可以四个人 一起坐下来吃饭的时候 你一定也觉得 这是一次复合的好机会吧 否则那一顿饭得吃得多尴尬 因为在那一顿饭上 饭桌上 你还得演 这是我的女朋友 而不是当着自己父母的面 问这个女孩 你最近有没有心仪的对象 你谈恋爱了没呀 所以你一直在演 演的目的是 为了给前女友铺好路 请她回到你身边 那么你就利利索索地跟她说吧 你只是我的过度恋人 你陪我走过了那一段伤心的日子 你让我跟前女友分手的那段日子 显得不那么的难挨 但现在我发现你确实比不上她 我的前女友的影子消耗不掉 所以对不起你 我要回去追我的前女友 像一个男人一样 有担当地承认这一切吧 别折磨她了 她在这一桩感情里头 没犯啥错误 我不用说她什么 也谢谢敏娜老师 其实真相特别简单 她当真了 就是这段爱情只是因为她当真了 她如果不当真呢 也是跟你玩玩的话 就像那位姑娘一样 要了一个微信吃了一顿饭 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此人家也就不跟你玩了 也就这样 就是这么个男人 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 一个太容易得到手的男人或女人 都是不值钱的男人或女人 男人这么小 女人也这么小 那个是不用负责的 你要对谁负责 要对她负责 但是这个责你负不起 你也不想负 所以其实是你没有准备好 进入到另一段情感当中 或者说你可能前女友 就是分开了 我也不知道 你和前女友发生了什么 道理是怎么回事 你就用了一个淡了来说 但是四位老师已经告诉你 你们不紧不淡 反而还很紧密 所以她挺可怜的 她是一个调节技 就人家俩都淡了 只是淡了 甚至倦了 然后她冲出来了 这就是真相嘛 可怕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姑娘 在一次一次的 这种过程当中 她整个的预期降低了 对吧 她排序嘛 前女友嘛 持续稳定嘛 持续稳定嘛 老师嘛 持续稳定嘛 这我不能接受 搭讪可以 你就是玩玩她吧 只要你还回来 我还接受你 你不觉得标准降低了吗 女生 离开吧 不要纠缠在这里面 你会很难受的 自己做决定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就咱俩认识挺久的 就虽然这段时间吧 就通过今天咱俩对话 我也把我的问题啊 自身的问题也想清楚了 就关于我前女友这一块 我可以以后不跟她联系 也可以跟家里人说清楚 之前的事怎么办 我也可以把它删了 然后关于我老师那块 我以后也会 为了你尽量少联系 然后也会多充时间陪你 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以后我也会就是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调整一下自己的想法 就一心一意的 就是好好对你好好陪你 不会让你再觉得 这么的没有安全感 或者对我有些什么不满 就是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祝你们好运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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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谁听明白了 谁没听明白嘛 看看谁还在装糊涂嘛 来 那么多了 所以后来电视机会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经约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险金 有网友提问说 我老公呀 天天睡到中午起床 门店生意呢 我早上八点就起床开门 他呢就睡觉 中午去了叫他起床 他就叫我滚 然后还让我管好自己 我该要怎么做 请老师 很简单啊 你的老公非常明确地知道 就算他不起床 就算他睡懒觉 门店生意一定有人照看 因为他背后有一座靠山 这个靠山就是你 当你不再当他 这座靠山的时候 我想他也就该起床 去照看生意了 不然的话 你们吃什么 喝什么呢 对不对 要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